各位投资朋友们好 我是路易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盘后营 小路下路里的时间点 是在2022年3月23号 下午的3点02分左右 跟各位投资朋友分享 今天的行情观点 今天的大盘指数 直接顺势的跟直接开高 因为昨天晚上的美股 其实表现是不错的 然后开高之后震荡 整理起来起去 都在涨100多点的这个状况 去做一个区间震荡 在5盘之后有一波卖压 灌下来 因为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一个 跳空的空方缺口的位置 所以这里市场信心 比较不足的状况之下 就会有人在5盘的时候 就放弃了 开始往下卖 不过在1点钟过后 因为今天是周选的结算 马上又再把它往上拉抬起来 去做拉高的结算 中场是收在17731的位置 涨了171点 然后涨幅是0.98个percent 乘账量是2835亿 没有错量还是这么的小 还是不到3000亿的一个量能 所以这个量能非常非常的温 也显示市场上的动作 其实并没有太大 并没有说大局的加码 大局的进驻 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状况 否则量能不会这么的小 不过量能小 目前可能会成为一个常态 因为全球都在收资金 像是要美国要升级8码 可能会升7到8码 台湾的央行今年 可能也会升2到3码 还有像美国5月份 可能会启动所谓的QT 也就是所谓的缩表的动作 都会让市场上流通的资金 越来越少 所以量能的低量 或许它将成为一种常态 所以大家可能慢慢的习惯 量能大概就是这样子 2000多亿 上涨下一加速的部分来看的话 大概是两倍左右 今天指数表现不错 盘面架构其实也表现得可圈可点 今天最强的主群是什么 是金融 是金融 是1月份到现在小鹿 每次 不论是在我的报道同学会的直播 或者是在我们的盘后营 我常常提及的 你千万不要小看今年的金融股 你不要小看今年的银行股 今天或这几天的银行股的表现 或者是金控股的表现 应该让大家跌破眼镜 非常非常的强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大环境的背景的优势 你懂大环境的背景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族群 今年度是比较有机会的 所以目前看起来 都动起来了 一档接一档这样动起来 那今年也成为这个指数 非常重要的扛把子 再来是电子零五件 贸易百货 纺织电机 半导体 因为台移电今天有涨 电子涨幅了超过100%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是 电子跟金融的部分 电金联手 把整个指数往上去做一个推升 那今天反倒是在化工 化学生机医疗 短线涨比较多的族群 今天开始出现一些震荡 那我们要来看基础线图 近期跟大家报告 这个地方是一个空方缺口 你知我知 大家都知道的空方缺口 所以这地方我认为他没有那么容易给他站上来 结果今天就伴随着美股的利好 美股的往上攻击 就带动了我们的台股往上挑战的缺口 缺口的下源是在多少 缺口下源是在17710的位置 今天17731已经把缺口给回补掉 就代表说盘面比我想象中来的更强 我原本预期说乌俄战争要马上结束 他才有就会往上直接跳上来 没想到不用结束就马上跳了上来 代表说盘面比我想象中还要来的强势 盘面比我想象中还要来的更加的威猛 所以那是不错的 那很棒 那就是往上走 已经连续三天站上月均线了 当然月均线的扣底值明天会扣在这个地方 明天会扣17594 所以月线接下来下一个交易日 月线会开始走平 月线可能会开始走平 甚至接下来还有可能也会有上弯 月线的扣底真正要扣比较低 大概还要在一到两个礼拜 一到两个礼拜只要扣这16000多点 月线就会往上弯了 月线就会往上弯 所以这个礼拜下个礼拜整理一下 我认为都有机会在下个礼拜的中后段 可能在4月初或者是3月底 就有机会伴随着月线开始上弯 挑战到上方这个季线的反压 我认为这是有机会的 所以盘面没有你想象中那么悲观 尤其是在3月8号这一天 这一天大家应该都很害怕 我请大家去看一下我3月8号的盘后影音 我怎么跟大家报告的 我其实跟大家谈到一个逻辑很简单 因为大家都很害怕 所以我才不害怕 因为大家都很恐慌所以我才去买台积电 是吧 这我想你可以去调一下3月8号3月7号 这两天中错的时候 小鹿怎么跟大家报告的 而不是单纯看线图说 线图这个很空 这个要大走空了 各位纯看线我讲过很多次是没有用的 你千万不要纯看线 如果纯看线就好 不用研究其他的东西的话 大家都看线来操作就好了 不是吗 所以这是一个不对的事情 我们就必须避免它 所以我们要把其他因素尬进来 去做一个综合型的判断 这是在指数的部分 我认为你可能需要多判断一些基本面 或者是筹码面相关的数据等等 目前就是回补了缺口 回补缺口不错 那就是多方 那就是转强 站上月线 上方就是际线的反压 最好的状况就是月线线附近做震荡 这里洗一洗震震我觉得都很好 我都没关系 因为只要指数不大跌 个股就会轮动 个股就会有表现的空间 OK 那看贵买 贵买今天涨了0.93%也不错 那涨幅还OK 我7702亿的成交量小小的放大 上涨加速比下来加速都200加 今天是光电半导体电子网通 还有像电子通路等等相关的族群 去做一个领军 一样是化工比较弱 因为最近化工比较强 什么特用化学 那今天因为市场的资金 开始在做些轮转 所以短线涨多的族群 自然卖压就比较沉重 那我们近期跟大家谈到这里 已经123456连续6跟红K了 OTC已经连6红 代表说第一档翻转的情况 非常非常的强劲 而且一样月线明天扣底 相对低值 月线会走平甚至上弯 月季线附近走 曲线震荡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状况 给他时间 给他空间 目前看起来大盘就是safe了 大盘就是safe 所以你之前没有听小鹿的 你会说小鹿这个地方我很害怕 这地方不敢做多 或行情在所有均线之下 月线之下 我不敢做多 你现在开始做多的话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小鹿 距离低点已经涨1000点 你有发现吗 距离低点已经涨1000点 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提醒 人家恐惧的时候 如果你跟着一起恐慌 你会砍最低 等市场气氛已经平缓的时候 你还开始要去买股票 实际上又追高了 因为已经涨1000点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提醒大家 这个位置你可以开始布局多单 如果你真的不敢做的 你之前都不敢买的 这里你可以开始去分批布局你的多单 好不好 你真的要有多单 一定要有多单 才能够在这个行情之中 你至少手中有部位 你至少手中要有部位 因为这就是一个 短线上被战争情绪给影响的一个短期事件 后面还是会上来的 后面还是会上来的 所以这个地方洗洗阵阵阵 布局好不好 同学网 还是一样做多头的布局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 OK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在筹码面的分析 筹码面的分析来讲的话 我刚才稍微看了一下data 外资今天是买超了112亿 投信今天 我看一下 买超了2.36亿 买超2亿多 买超2亿多 自营商买比较多 买了35亿左右 投信已经连续几天了 36买了 今天再买2亿多 对吧 2亿多 OK 所以投信很积极 这一波掉下来 一直接到这 接到最后 好像要回到他们平均成本 说不定已经回本了 说不定已经回本了 所以投信这一个还真的蛮强的 还真的蛮强的 外资今天由卖转买 买了100多亿 开始再做一些回补 低档还是得做一些回补 不然他前面今年已经卖了5000亿了 今年已经卖了5000亿 要是到时候发现没有这样的状况 他是不是就得把那个钱给买回来 当然我相信这些不是他真的是自愿性的卖盘 有可能是他的基金 他发行的基金 他的客户要赎回 他就只好来卖 有很多状况是这样 因为国际都在崩 之前前一阵子 对吧 所以这个也有认为他会有一点回补的力道出来 所以台北股市是有机会再继续往上去做推升的 那来看一下在最近的买卖的金额 投资朋友如果去关注的话 你会发现最近的因为成交量比较小 外资的买进跟卖出的量也很小 像之前平均来讲 外资每天的买进加卖出 加起来大概都有几亿 买进买出可能加起来都一两千亿两三千亿 OK 但最近呢 最近的买进跟卖出加起来只有1200亿1300亿 代表外资的动作超小 外资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小 他根本没有积极的买卖 所以量才会小成这样 量才会小成这个样子 所以外资也没有很积极在动作 他还是属于一个比较中性偏观望的态度 我们的投信才是真正波段持有 不离不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点阻力 近期以来其实你买大概快要900亿了 我已经买快要900亿了 所以基本上满手的单子 势必要把它拉起来 现在3月23号即将要引来的是投信的祭底作帐 那看这两个礼拜 投信会不会有作帐拉抬的动作 目前看起来是蛮有机会的 蛮有机会 因为他真的套满 你这里在解读他的时候 3月8号你在看他的时候 你的解读是在套满手 那满手套牢 当然是满手套牢 全部都买在上面 当然套牢 但是他目前把他拉了起来 我去拼解套 解套完他还是得赚钱的 所以我认为是有机会 在祭底作帐的时候去拉抬一下 把他拉抬上去 让他的数字比较漂亮一些 期货的部分 昨天再度补了1400口 1500口左右的空单 剩12992口 外资的空单数量越来越少 他没有真的要积极看空 融资小珍小姐 没有什么散户在里面动作 融券当然持续在下滑 因为最近是股东会的旺季要回补 强制回补 所以不要放空 投资朋友不要放空 因为这里你要空 你也没有卷可以空 所以就代表大环境不支持你 放空你就不要跟着 大环境的趋势 跟大环境的条件因素 去对着干 你是会比较不舒服的 关股捐商持续站在买方 当然还是偏多去看 他们还是偏多去看待 所以对于今天的台北股市来讲 我的想法会是 今天的外资跟投信的现货 都是偏多站在买方 所以在现货的部分 我认为他们是有在做一些回补的 虽然量不大 但至少是真的站在回补这一方 是有利于行情 后续继续往上攻的 当然第二个重点 我们还是得观察到 期货 期货只要继续维持 这么低的口述的话 指数是真的更有机会 往上去做推升 所以我对于大盘间的 重码观点大致是这样子 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指数 有没有要占季线了 道琼要占到季线了 纳斯达克挑战季线 标普占回季线 费半快要挑战季线 是safe了 已经涨 已经涨很多了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才会提醒大家 你不要过度的去悲观 那你也不要真的等到行情 真的转强了 你才真的进来买股票 因为等你真的 下定决心要开始买的时候 你又追高了 你又追高了 德国指数 这里做月线之上的震荡盘 很不错 法股也是一样 非常的强悍了 因为他们毕竟是地缘政治的国家 因为乌克兰俄罗斯 就是发生在欧洲 所以他们能够走出V转 并且走一个横盘 我觉得就非常非常赞了 我就给他们一个非常好的 表现的Respect 日经 日经跟鬼一样 涨了3% 站回了破底翻的颈线 好强 说真的 这比我强的强很多 破底翻 大破底拉了起来 这24500 现在27800 涨好多 再度站回所有均线之上 当然月季 就不好意思 年线跟半年线的反压 还是要去挑战一下 OK 不过日本已经看起来 化解了他大走空的疑虑 韩国就去再躺在地上 上阵V转 所以做小反弹 恒生也V转即将去挑战 这个季线 当然线型都很空 只是他们都迎来一些 比较暴力的反转 OK 所以看完国际股市 我还是回到那句老话 台股超强 台股真的很强 跌也没跌多深 涨起来的时候 涨势也不输人 对吧 你看这不觉得很强吗 是吧 不论是位阶 不论是现行 我们都是相对强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台股到底在强什么 凭什么 原因很简单 我讲过很多次 我们的基本面超好 2月份的外销订单 连24红 年增率20%以上 有订单就有业绩 这是我一直跟大家提醒的重点 所以 你还要看空吗 OK 所以我一直用这样一些数据的方式 其实我很喜欢看数据 因为我相信数据会说话 我相信数字会说话 那数字都告诉你了 不用太过担心 你不用太过紧张 如果你跟着紧张的话 你不就跟市场大部分人一样吗 跌的时候恐慌 涨的时候乐观 我认为节奏是错的 OK 我认为节奏是错的 好 我们再看一些数据 各位 这是我带大家每一天都在看的 CNN Fear and Greed 对吧 现在情绪来到44 快来到中性了 代表什么 代表低点没了 代表低点没了 来 同学看一下这张图 你有发现吗 低点来这边 有没有 低点来这个位置 我跟大家报告 这个地方是3月8号 大家最黑暗的时间点 跌了好几百点 短线三天跌了1000点 吓得要死 很害怕的时候 我跟你讲 这也是情绪最低迷的位置 你不要去乱砍 你不要去乱砍 现在弹上来了 你马上发现 对 那是最低点 是吧 所以你掌握到 这个情绪指标之后 你就会发现 这里买的 这里买的 基本上 你就是等什么 等相对乐观再卖就好了 就这样子 你把这个指标 拿出来在历史里面看 每一次的低点 都可以被指标掌握到 掌握到 掌握到 所以这个指标 我请大家 把它加入我的最爱 如果你不想加入 我的最爱的话 也没有关系 你就常来看小鹿的节目 因为只要发生危机的时候 我都会利用这个指标 告诉大家 你的情绪 应该怎么去应对 OK 好 那就化解了 已经来快一半了 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恐慌的 大家也不怕了 OK 再来看多空投排的交通指标 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行情虽然还在跌 但是我说架构不太对 空投排的交通竟然越来越少 代表结构性有在转强 你不要再悲观了 对吧 你不要再悲观了 后面弹得起来 指标开始黄金交叉 所以排面上现在多头股 要越来越多 你真的不要再去看空 因为结构性真的转强 结构性真的转强 所以你当然还是要乐观 偏多去做看待 这是我认为现在台北股市 你最应该做的方向 也是最正确的操作 的一个逻辑 OK 好 看完这些之后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 我们今天谈什么主题 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就是TS128 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是金融 金融今天收最高 1853.02 收在最高点 已经突破了大盘12000点的位阶 各位大盘18000点 不好意思 18619的位置 是不是大概在这边 我弄给大家看 大盘18619是不是在这边 1月几号 1月5号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金融 1月5号在哪里 1月5号是不是在这边 他后续大盘在回落的时候 金融冲了一波 对不对 金融冲了一波 金融冲了一波 他这个高点我们被突破 有 已经创新高 而且这个新高是多高 我把它图再说小一点 我们看长一点 我们看周线 我们看月线 上一次的历史高点是在1920 是在1997年 如果最近这一波能够站上1920之上 代表我们的金融保险的类骨指数 将创历史新高 历史新高 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会 我认为会 OK 只是会不会一波到顶 我认为很难一波到顶 可能会震荡走 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 然后慢慢走高推上去 这个短线上 从这地方涨上来 其实金融涨很多 其实金融涨很多 你看很多的金融股 对吧 表现到非常亮眼 今天往上推升 当然有很多的背景 像是美国的联主会主席鲍威尔 最近释出了一次 可能会升息超过硬码 也就是5月份 可能会升两码 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出来 让市场担心 升息的状况会更加的激进 台湾的央行 在上个礼拜升息的一码 今年或许会有升到 三码的机会 非常的激进 央行也开始变得很鹰派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金融保险类股 就是一个最没有疑虑 因为大环境升息 它EPS绝对往上跳 所以市场资金 不知道该买什么 就买金融 你看最近的一些股票 我把名字遮起来 你还以为是标股 台气 各位 大盘是这样子 台气你长这样 是吧 台中银 创新高 远东银 大涨创新高 王道银涨停亮灯锁死 银行股 银行股可以这样涨 2886 大标股 大标股 很多人说 小鹿我看不起金融 我觉得金融类股涨好 它涨的幅度不够大 你不要忘了 这种股票你才敢中压 小鹿涨幅 这输什么 之前那些比较强的股票 各位 你要去思考的是 那些比较标的股票 你可能只敢压10万 20万 金融股 你不敢压个50 100吗 你是不是资金量的大小 就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想传达一个重点是 这类型的股票虽然涨的慢 但是你敢压的重 另外一类型的股票是可能标的很快 但你也不敢买多少 因为你也知道风险很大 其实你也都知道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金融的大涨是对于投资来讲更加有感 因为你敢中压 你敢中压 所以 赵峰金 各种金都一样 2892第一金 5880的合库金 2892的第一金 其实各种金融差不多 2884 玉山金都创新高 对吧 所以金融今年度 你真的不要小看它 真的不要小看 我不是请大家下去追一下 因为你听 如果你有来听我的直播 你有来看过我的影音 从1月份到现在 你随便挑一个金去买 现在绝对都是赚钱 而任何一个金都一样 或任何一个银 应该没有赔钱的银吧 有啦 最弱的银是这个啦 这个银 如果你真的挑到这个金层银的话 那就没办法 OK 因为基本上所有的银都是涨的 好吗 涨多涨少而已啦 银行都是涨 OK 所以 我只能说 不是请大家现在去追 我只是要请大家留意 今年这样的类股 如果拉回的修正的时候 你之前都没有上到金融股 你都没有买到银行股的同学 你就可以把握拉回的机会 你把握拉回的机会 那不要去追 像这个你去追这个干嘛 各位长成这样 你不要再追了 OK 这都是等卖点而已 他不是去追高的 这都不是让你去追的 OK 标股有没有 看起来都 总会是银行股 会有吓到啦 所以今年度我说过 金融股会让你走出跌破眼镜的走势 这今天的一个亮点族群 OK 就是银行的部分 金控的部分 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台积电 一样我们先看主要的 3月7号 3月8号 我跟大家报告 去超台积电 今天收入最高590 收入最高590 已经把缺口要尝试去做封闭 但缺口是595了 还差一点 不过已经站上月线了 我觉得还蛮表现 有比我想象中的强 说真的 OK 所以他慢慢的复苏 站了起来 上面虽然600块以上 一堆的套牢卖 我觉得只要一拉600 一堆散户会想卖 所以这个地方我还是强调 他不要急着去硬拉 我觉得比较好 因为硬拉的话 外资就要去抵抗散户的卖压了 那就看外资抵不抵抗得住 我认为这个地方 其实说真的 如果你没有在相对低档 这里卡位的人 现在又快要来到六字头 你又开始抉择了 又回到六字头 是不是该开始买了 我觉得又要回到一个小追高的疑虑 所以我认为台北股是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超到底部的话 其实你可以再去找其他的全值电子 因为其实全值股大部分都没涨 台电是个例子 对吧 我说可用之兵还有谁 联电 联电没什么涨到 今天小涨而已 底部也打出来 外资投薪都有在买 所以这样的股票 有没有机会成为大盘 下一波的攻击的要角 我认为有机会 因为反而都已经在卡位了 红海最近也慢慢开始 有一些法人的筹码开始进来 发科 我们的联发科也是一样 这都可用之兵 这去年非常赚钱 也是产业的龙头股 IC产业龙头全球不就第二名吗 他已经快要超越高通了 联发科 OK 所以 这个都是可用之兵 我觉得台北股是现在17700多点 然后可用之兵还这么多 这个落后就真的冲上去 历史新高应该就直接过去了 因为这些都可用的 又不是这些已经涨到天上了 然后指数才17000 现在是这些个股还没有大涨 就17000了 是吧 如果涨上去 涨上去台股18619 就不是历史新高 就会上去 所以我认为可用之兵很多 我才不悲观 我认为是这样子 第二个族群 第三个来谈一下货柜 也是很多人在看货柜航运 之前有公布一个 他的殖利率市场放弃了 就觉得说不够高 所以投信有一些放弃了 连续两天小幅度回补 这个地方也没有跌 跌不再下来 因为其实他们今年的EPS 跟明年EPS都不会太差 所以你会发现 对或许没那么好 市场资金没有短线 琢磨在这地方 但他们量能也缩得很小 也缩得很小 这个也是非常漂亮 也都没有挂点 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动 再加上他们波动度很高 你掌握度比较不会这么的高 所以像这样的股票 你可能也不敢中压 你也不敢买太多 所以我才强调 这种股票 银行股虽然涨的或许慢 但你敢压比较多 你敢压台气银的钱 跟你敢压长龙的钱会一样吗 当然不会 这很明显的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族群我认为运价维持高档 今年明年业绩都不错 应该不会崩盘 但是什么时候会拉 不知道 筹码算不错的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拉而已 所以这样的个股 如果你真的想买 你尽量买跌不买涨 尽量跌下来的时候去买 不是涨上去的时候去追 我认为会比较安全 这也是占全值的股票 因为长龙万海扬名都是全值 只要长龙万海扬名 这几艘船有一两艘 喷出去了 第三艘会跟上 指数就跟得上去了 所以可用之兵 长龙是不是可用之兵 当然也是 所以我认为现在满地 都还算是便宜的股票 所以不用太过担心 指数都有上上发挥的空间 这是我们分享到的 这三个族群 来给大家做市场热议的观点的参考 当然今天我主要还是想要分享是金融 我今天特别想讲这个族群 因为这族群我们追踪了一段时间 也跟大家从一月份讲到三月份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知道该买什么样的股票 你最简单就是找个什么银 什么金的买进去 这样做我认为是最简单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APP的部分好了 我们APP选股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要选什么样的股票的话 在我们的APP里面其实有做VIP的 就是SOP教学 像是这两个股票 我相信你有买我们的APP 你有订阅我们的APP的同学 你一定都知道 在3月16号这一天 这一天 我们的APP不是三支策略吗 天罗地网 基优筹马股 跟低估成长股 三个策略 你run完一圈之后 根据我们的SOP教学 我相信有订阅我们的APP的同学都知道 不就只选出一个股票吗 你没得选啊 是谁 台中营 是吧 是不是一定选出来 盘整 突破 好 然后开始喷 喷 修正 今天再创新高 15块05 15块05 所以像这样子的银行股 你不就把握到了吗 是吧 这就是你能够透过APP 把握到的个股 机会就是在这个地方 OK 所以我才提醒大家 其实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其实你该用的是一个工具跟方法 你用工具跟方法来应对 你就知道市场资金现在目前大概在往什么方向走 那有什么样的个股是你可以去按照SOP去做交易的 这就是我们APP的价值 就是我们APP的价值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今天的选股其实 很多是老朋友 很多都不只选出来一天的 有一些都创新高 有没有 像盛群 盛群创新高 表现不错 好 台中营 有没有 又出现了 OK 还有蛮多的好公司 还蛮多好公司 我都 我就觉得不错 对 都有好货 有好货 OK 所以其实你可以通过这APP里面 快速去查阅说 资兰股票 他们目前 有没有符合我们的天罗地网的逻辑 有没有符合我们选股的逻辑 那如果有符合的话 你还可以干嘛 你可以往右边去划 看一下他突破是创几日的新高 以及他的位阶是高还是低 还有他的一些相关的基本数据 跟筹码数据 这是我们的APP可以快速帮你掌握到的 GEO筹码股 你也可以view一下 有没有好货出现 OK view了一下 其实你就大概知道 你有学过我们的SOP的同学 你应该就知道什么样的个股 你可以去看 低估成长股 好没有 也是有货不错的 OK 当然很多都是老朋友 选出来蛮多天的了 OK 所以我想跟大家强调是这样子 其实就是用APP的方式 去做学习跟选股 其实是比较有效率的 我们在这个下方有个内容专区 里面会有各种的VIP的文章 来跟大家教学 比如说到底怎么用天罗地网策略 GEO筹码股 你这个策略该怎么去进场跟操作 其实都是一个SOP上的教学 我还想在教学 用方法去应对万变的金融市场 这对你才有帮助 好不好 所以我认为这是OK的 这是OK的 所以你有兴趣体验我们的APP的同学 你可以直接点击我们影片下方资讯栏位 有一个小鹿台股实战的APP的下载链接 你用手机点进去之后 就会自动帮你导到他下载APP的地方 下载来登录体验看看 看这个工具 有没有办法帮助到你去做选股去做操作 这也是我一直跟大家提倡跟推广的 叫策略交易 用SOP的方式来应对万变的金融市场 OK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好 我们的APP的部分讲完了 最后的时间环节 就留给我们建议学员的提问 我看看学员们问什么问题 有同学提问到了一些 个股的一些我的主观的观点 其实我都回答过了 那就我们就先跳过 还有同学问到 小鹿 至上昨天公布的股息 收盘加换算一下 殖利率是7.5% 属于电子通路的至上 获利还蛮好的 真的不错 获利真的不错了 应该是能填息的 问为什么今天开盘还是惨兮兮 其实这就跟市场的预期有关系 什么叫市场的预期 也就是你可能公布出来 你的股息配发多少 市场会去解读 解读什么 有没有符合市场的期待 有符合的才会开高 没有符合就下来 我举例 这个有没有符合市场的期待 开高3% 有 但是市场马上就解读 怎么才涨3% 加上减资 就灌下来点听板 是吧 那你看 这至上 我举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全科 之前超过全科 全科为什么能够亮灯涨停 他也是昨天公布股息 2块4的现金加0.8块的股票 股利加起来3.2块钱 值利率算起来也是8%多9% 不是跟至上很像吗 为什么他能够亮 至上却往下跌 原因可能就是市场的预期 跟期待 可能原先市场对于 全科的值利率想象 可能觉得 看有6-7%差不多吧 没想到开说有8-9% 市场就会乐观去解读它 但如果至上 原先市场的想象是什么 原先假设想象 你能够配10%的股息 结果 结果你值利率只有8.5% 市场就会用悲观的方式 把它卖出来 因为不符市场的预期 所以很多时候市场就是这样子 我们不太能够去 明确的知道市场的期待是什么 而且谁的期待才叫期待呢 是吧 所以我们会怎么去解读它 就是宣布这个消息 都是隔天 隔天才一开低 我们的解读就是市场 认为不如预期 如果开高 市场解读就是超乎预期 就这样子 我们没有办法预先知道 市场这个数据出来 到底是有没有符合预期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市场的预期 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你在投资市场上 我常常跟大家提醒的是 我们很多时候会用主观的方式 去想一些事情 但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 这件事情是对还不对 市场的解答才是对的 它要涨就代表它对 它要跌就代表它不对 所以我们只能用市场价格 去做最后的判断 最后的判读 就这样子 但实际上这样的判读 其实也没有办法 去辅助到我们的操作 所以我才会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你在操作上面 还是用SOP 用策略的方式去应对 你根本不用管什么 合不合预期 你也不用管它 到底合不合理 都不用管 你也管不了 你也管不了 所以这也是我一直想要 跟所有的同学推广 策略SOP的价值 就在这地方 这就是你的价值 你根本不用管这些 因为你管的 也不一定是对的 这就是我常讲的 其实尊重策略 用策略SOP去应对 绝对胜过 我们到处主观去想象 真的是这样子 希望这样的内容 有回答到我们学的问题 今天的影片就跟各位 同学分享到的地方 还是一样 如果你认同我的理念 认同你的观点的同学 你可以先下载我们的APP 体验看看小鹿的选顾逻辑是什么 我们的选顾的逻辑的文章 也在下方 我整理了三篇文章 来跟大家做分享 为什么我要用这些方式去选顾 这些方法真的有效吗 我都在下方的文章里面 有跟大家做详细的解读了 所以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点击一下下方的文章去阅读 如果你认为今天影片 有帮助到你的话 再帮小鹿按赞订阅 分享 开启你的小铃铛 我是小鹿 我们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